好的 主播看到正在施工的預售屋 被人掛上白布條 上頭寫著黑心建商一屋二賣 原來這一些人 他們買了這一排的預售屋 總共有五戶 但是這些人明明已經付了頭七款房子 卻有其他人來買走 而且還進行裝潢 事後跟建商要來詢問這件事情時 建商卻必不見面 來看一下現場情形 這一排預售屋的地點就在嘉義民雄 這一些受害人說 其實他們早在2020年2021年 就和建商簽訂預售屋的買賣契約 不過這期間建商都說 缺工帶料導致工程延宕 沒想到到了今年二月份的時候 有一戶買主是發現說 自己購買的預售屋被他人施工裝潢 才揭露了建商一屋二賣的事實 據瞭解這五戶已經會給建設公司 總共一千三百五十九萬元 現在錢都討不回來 而嘉義縣政府的消保官也表示說 呼籲建商要拿出道德良心 以收取的費用和應賠償的違約金 應該要儘速給付 買方也可以向縣府 提出申訴及申請調解 以上來自嘉義消息 就環篷內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騎技場 早安 拍 effect 連指 馬 我們 一